日前,和雷中将卸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,以原副院长身份,出席长安街读书会,接受连岸网络新媒体记者采访。 长安街知事注意到,出生于1955年6月,得他侍卫军然后代,不到14岁就参军,从战时一步一步的成长为中将。 他表示,作为一名中国老军人,自己每时每刻都在盼望台湾回到祖国的环保,国家实现完全的统一。 我作为一个入目十年的老兵,现在也把头发等白了,但我不希望你们这代人再把头发等白。 他曾任松鼓峰英雄部队,团长公开资料显示,和雷中将疾惯来四川通枪,今年3月履行第13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委委员。 此外,他还是党的19大代表,在一次接受采访时,和雷中将自述道,我是军人的后代,我父亲是一个老红军,我母亲是解放战争后期参加革命的,所以,我从小是在军营里长大。 不到14岁的时候我就参军了,又兴告了一个英雄的部队,从连队的战士、班长、台长、连长、营长、团长这么一级一级成长起来。 1982年,和雷进入一所套兵学院学习,毕业新进入激光工作,后到一个英雄团主持全团军师工作。 近日,在与参加两岸网络新媒体《大陆航报道》活动的记者畅谈时,他还谈到这段经历。 今年初,习近平主席出席全中开训动员大会,并到解放之谋师的诗事馆参观。 何雷回忆,习主席走到一个展台前注视良久,那便是在抗美援招战争,周松古风战斗的展台。 这是一场激烈的战斗,也是一场取得辉煌胜利的战斗。 何雷自豪地表示,这支部队就是当年的松古风英雄部队。 作家魏威撰写的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,描述的就是这支部队,这场战斗。 而自己更非常有幸地担任过这支部队的团长。 作为现代化的军人,不仅要能够带兵、训练、打仗,更需要有陷阱的军事理论做指导。 何雷认为,很有必要打军事科学院再进行深造,从而为治军、建军,大照贡献自己的威博之力。 1990年10月,他有幸从作战部队,到了解放军最高学术研究机构、军事科学院,从事理论研究。 从研究员、研究室副主任到研究室主任。 2003年,组织上又把他送到俄罗斯,在俄罗斯总参军事学院,又学习了半年。 该校教学,考试非常严格,连平时小的测验都要几分。 最后还要有两个将军,一个上下组成委员会,进行严格考试。 最终,包括和雷在内的五名中国学员全部获得优秀。 考试委员会主任说,在我们学院还没有找到,能够扣你们今天考试分的标准。 我祝贺你们,从班长、台长、营长、团长到研究员、研究室主任。 截至2009年,和雷又已先后荣力三等攻击次。 多项成果获得军队科技剑部奖、全军科研成果奖、国家图书奖、军队图书奖等奖项。 他所带领的研究室还于2006年,北中组部授予全国先进党组织光荣称号。 我不希望这代人再把头发等白,不到14岁参军,算下来。 如今和雷已经入伍50年,成为一名老军人。 如果说此前理论研究工作是枯坐冷板正式的默默无闻。 那么这两年代对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,使得和雷中奖而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关注、所熟知。 2017年到2018年,他曾两度作为代表团团长,帅团参加第1617建香格里拉对话会。 去年,当美国老调重弹,跑出所谓南海航行自由问题时, 这名中奖义正词严的博弑着,拿喊航行自由从来都不存在问题,但航行自由不等于动用军事装备进行抵禁侦查。 今年,美方找在大会上,发表了涉台言论,和雷中奖则回应着,中国政府和人民绝不容许任何人,任何政党,任何组织以任何名义,在任何时候,以任何手段,将中国的任何领土,从中国半途割裂出去。 这名老军人,如今虽已协认军科院副院长职务,但在维护国家主权,与领土完整方面,也接决心坚定。 在与参加两岸网络新媒体《大陆航报道》活动的记者畅谈时,何雷感叹,由于历史原因,造成台湾和祖国道路分离近70年,作为一名中国老军人,自己每时每刻都在盼望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。 国家实现完全的统一,他认为,在台湾问题上,大陆的繁荣富强,是对台湾人民,最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。 大陆的军力发展,是对台独分子最大的震顺力和打击力,对台湾和平回归,也是一种强大的正能量。 我记得一位老元帅曾讲过,我们等台湾回归,祖国统一,等到头发都白了。 如今,老元帅已知识多年,我作为一个后来人,一个入伍50年的老兵,现在也把头发等白了,但我不希望你们这代人,再把头发等白。 何雷说,希望在不久的将来,台湾宝岛能够回到祖国的怀抱,台湾同胞能够回到祖国的怀抱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